中国尽力了 官媒暗示已准备好面对朝鲜战争 朝鲜进行核岛实验令半岛局势持续升温 美韩两国也在加强军演 保持对朝威慑 面对复杂的朝鲜局势 环球时报撰文称 中国已经尽力了 环球时报12月2日在题为中国尽力了 美朝出来混个环个的的社评文章中称 美国实施对朝极限制裁的最大压力将再次落到中国身上 战争的风险也在增加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威胁说 如果开战 战争将是在中国的后院进行 文章称 中国的选择将很艰难 但是必须说 我们尽力了 我们既说服不了朝鲜 也劝不动美国 接下来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定站在自己的原则底线上 在争取缓和局势的同时 做好应对最坏变数的准备 在底线上 中国不会看任何人的脸色 中国的强大实力对来自任何一方的过分要求都不会客气 文章称 半岛最终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 但打不打得起来 不取决于中国接下来怎么做 中国大的策略应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和原则 促使安理会形成相对最合理的政策 不向美国和朝鲜任何一方的过激要求让步 文章最后强调 如果有更糟糕的局势突变 那么中国就面对它好了 我们的面对应当是有充分准备的 坚决的 中国的强大力量应在整个过程中毫不犹豫地为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发挥作用 谁出来混 都得还 中国不欠任何人的 此外 在11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中国日报发表社论称 时间所剩无几 现在只剩两个选择 一是战争 二是接受一个拥和的朝鲜 外交部对此持核立场 中方是否逐渐倾向于接受朝鲜拥和 发言人耿爽称 原则上 我们一般不对媒体或专家学者的言论做出回应和评论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这里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 中方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 维护国际和不扩散体系的态度是坚定的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一道为此做出努力 第二 我们始终强调 半岛核问题最终要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得到妥善解决 使用武力 军事手段不是有效选项 就